以前很多人会觉得你看台湾通膨率比海外来的低 对于民众的购买力侵蚀是不是也相对来的小 其实并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那些高通膨的经济体 它的工资通膨也比我们来的高 最终就变成他们的物价高 薪资也涨了 那长期他们的购买力就会不断的增加 老师们欢迎收看市场观察 过去一段时间台湾央行召开第三季旅监视会议 全地理事是一致同意维持当前的政策利率不变 的确以10月份来看 几乎全球的发达经济体都已经达到了停止升息的步调 不过呢在海外市场当中 多数经济体都已经达到了实质翻证的目标 台湾目前的薪资涨幅却还是远远落后于通膨涨幅 实质薪资还是负质 同时间台湾第三季的信义房价指数再度创下历史的新高下 房价年涨幅高达3.6% 它也跑得比薪资来得快 所以央行是不是真的也来到了停止升息的条件呢 或者说它不止没有达到停止升息的条件 反而有紧急升息的压力 房价是不是由于当前央行的低利率作为可能会持续的上行 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探讨 那过往的经验是这样了 通常联准会升息两码 台湾央行就大概升息一码 联准会升息一码 台湾央行大概就升息半码 以目前来看 联准会已经连续两次的FONC利率决策会议停止升息了 那央行在第三季的里坚士会议果然也是停止升息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台湾央行在整体里坚士会议当中的时间点 分别是3692 即将到来的12月份第四季里坚士会议当中 刚好又是总统大选前一个月 会不会会使得这个原因导致升息步调稍微放缓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做一些留意 首先先来看通膨 其实从通膨的角度就可以了解到 台湾央行12月份是有必要持续保持在升息步调的 台湾在2023年上半年的年增幅CPI是2.32 下半年来到2.12% 那我们如果看核心CPI分别是2.66和2.23 也就是说目前整个2023年 台湾的核心CPI 我们看到的工资部门 租金部门的僵固性 是远远大于海外我们看到那些原油食品所进口的僵固性 这说明台湾通膨要达到2%的目标值 所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比想象中还要来的长 当然过往判断升息是否已经达到停止升息的条件 各国央行通常不会说一定要达到2%再来停止升息 通常采取的判断条件是 当央行利率或者工资涨幅超越通膨率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暂时的停止本轮的升息循环 或者暂时退场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钱存在央行 存在商业银行拿到的利息跑赢通膨 或者你本身的工资涨幅跑赢通膨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常升息就没有太必要了 因为你的购买力正在增加 这说明市场上多数人其实并不讨厌通膨 只是讨厌自己资产增值的效果和薪资的涨幅输给通膨而已 那你像联准会 目前基准利率是在5.5% 但他的实行涨幅4.1% 而这两项数据都比目前美国的3%通膨还要来的高 所以美国不管是你的工作的涨幅 还是存到商业银行的实体的复利效果 都比通膨还要来的更加显著 这个是联总会停止升息的主要原因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本身在薪资的增幅才多少 如果以今年一二季度来做观察 台湾央行从接线率只有1.8% 薪资涨幅才1.55% 都比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核心通膨的2.40%来的低 这说明台湾的购买力其实是不断在减弱当中的 所以以前很多人会觉得 你看台湾通膨率比海外来的低 对于民众的购买力侵蚀是不是也相对来的小 其实并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那些高通膨的经济体 它的工资通膨也比我们来的高 最终就变成他们的物价高 薪资也涨了 那长期他们的购买力就会不断的增加 最后美国人来亚洲就会觉得消费很便宜 就好像台湾到东南亚一样 消费会觉得很便宜一样 但是通膨低 你真的让自己的经济环境过得更好吗 并不一定 我们以实质薪资来做观察 如果以美国欧元区英国 今年的薪资通膨分别是4.4% 5.7%和6.8% 那如果换算今年上半年的通膨水平 美国大概在3%左右 欧元区大概在2% 英国目前大概在6%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欧元区英国的明目薪资涨幅 其实都盖得过当前在内部的物价水平 所以他们的实质薪资基本上都已经陆续犯证 可是刚才提到了台湾的实质薪资是负质啊 因为台湾的明目薪资今年一二季度才涨1.5% 连通膨的2.44%核心通膨都跑不赢 物价远远比薪水还要来得更快 所以从这件事情你就看得出来 各国央行各国政府面临通膨态度的不同 对于欧美政府来说 这个面对通膨问题 它的做法就是一边升息 一边进行财政补贴 拉抬购买力 它的目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让物价回跌 而是说物价是由于供应链问题所形成的产品物价推高 但是我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大家的薪资也跟着涨起来 让大家有能力去买这么昂贵的物品 所以呢 它让它的薪资涨幅后来跟上我们看到的物价水平 那对于日本政府来说 的确啊 它的整体通膨率在2020年一季度到2022年四季度 年增幅大概才0.4% 但是今年一二季度已经飙到1.5%了 所以它的薪资涨幅也是非常快速的 UNICORR涨薪最高就来到五成嘛 那日本政府它有特殊国企 因为它毕竟已经长达30年的通缩了 所以制造通膨是现在日本央行的长期政策目标 不管现在输入性通膨有多大 日币贬多凶啊 它的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啊 不太容易短期内改变 那对于台湾政府来说 面对通膨的问题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会有一点民意绑架的问题 举例来说 其实我们在看到前两年 很多不管是能源产品或者粮食产品啊 在面临第一波 由于全球供应链所形成的通膨的时候啊 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通常是动涨 就不让全球的原物料价格 直接百分之百完全反映在民间用品身上 那这个就会让国营事业 常年重亏 你像是中钢台电 或者一些农业部门 他被迫受到政府的压力 要进行补助淡价啦 补助农作物啊 最后就养大了民间胃口啊 那当通膨已经不是短期的现象 全球通膨都这么高的时候 政府总有一天要得松绑他的政策管制嘛 这个时候物价议长 所有的人都认为啊 那是政府的错 所以这种状态啊 你就会导致 现在工资涨幅远远落后于通膨 所以通膨看似啊 你了解到实质薪资和购买力增长 是各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高通膨不代表低购买力 同样的台湾的低通膨 也不代表我们的高购买力 这是第一件事情 台湾央行完全没有达到停止升级条件的理由 那第二件事情啊 就是来自于房价的部分 因为目前除了物价跑赢薪资以外 目前的房价也是远远跑赢失资薪资的 央行在过去段时间 的确做了一些信用管制 以及利率的调升 尝试的要抑制当前房价水平的上涨 不过到目前为止 其实在整个二三季度 不管是追踪预售物的国泰房价指数 还是追踪中古屋的信义房价指数 都在一个持续的创高格局 量是有缩 但是房价没有跌下来啊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观察国泰房价指数 如果是从季征服来看 目前的成交价相对于二季度 可能稍微虚缓了一点点 不过呢 我们从年增率来看 来跟薪资水平来进行对照 你会发现哦 一样大幅的跑赢目前的薪资水平 以整个三季度 国泰房价指数 也就是预售物的部分 全国年增幅 涨幅是高达3.56% 也远远比目前的薪资涨幅1.5% 高了接近两倍以上 台北市涨幅有2.22% 新北市涨幅甚至来到1乘1 台中市是7.3% 少数由于过去两年 台南和高雄 因为台积电厂 所推高的预售物房价以外 基本上多数我们看到的六都 还在一个显著的向行过程当中 那另外一部分 是属于中古屋的信义房价指数 信义房价指数的部分 则是在第三季 就直接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了 因为它最终的是中古屋啦 正由于预售物目前由于在过去两年 一些南部地区的物件 大幅价格回调之后 中古屋这段时间反而开始有所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显著的迹象 如果是从整个三季度都会区的中古屋来看 基本上除了台南地区的中古屋物件 年增率和季减率属于下行阶段 其他地方全部都在显著的上行 整个台湾地区 如果是从QOQ也就是三季度相对于二季度的价格涨幅又增长了1.80% 年增幅的部分是3.6% 而也一样远远高于当前薪资涨幅的1.5% 也就是说整个房价的涨幅跟物价的涨幅都使得央行基本上远远没有达到它原本设想那个升息能够达到对于资产价格抑制的效果或者对于物价抑制的效果 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内政部公布了在今年二季度全国房价所得比目前是高达9.82倍 再次创下了历史记录 其中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是15.5倍 新北市是12.9倍 台中市是11.5倍 基本上都超过了10倍以上 那我们都很清楚啊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 正常发达国家的正常房价所得比大概都借在1.8到5.5倍 结果全台各县市基本上都是其他发达国家的接近翻倍以上 你看如果是以台北市来看 整体房贷负担率是高达6.6 新北市是5.5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当薪资涨幅远远追不上房价涨幅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膨对于多数人来看就是一件坏事 但是薪资涨幅如果勉强能够超越物价涨幅或者房价涨幅的时候 通膨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坏事了 通膨多数人并不讨厌 大家只是讨厌薪资跑不赢通膨 那么薪资跑不赢通膨的后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房价所得比持续的攀高 而事实上由于台湾薪资成长缓慢 不只是通膨率 国贷房价指数 新义房价指数的年增幅都跑赢薪资 当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央行是不是有自己的立场 我们根据去年当时央行总裁杨金龙 曾经被提问到说 升息是否可以抑制房价的高涨 这个杨金龙他的表示是说 他认为目前的利率纯粹只是影响房价的因素之一 房价的问题成因非常复杂 必须由相关的部门来共同因应 如果单纯以利率工具处理房价问题的话 可能会付出经济成长大幅减缓的代价 所以按照他们的角度而言 似乎也不能由于利率水位的高升 来作为调控房价的唯一理由 那么某种程度 央行等于认为要进行房市抑制的这种角度 他等于推给了内政部 认为从税率上左手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的确央行这样的思考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美国现在的30年期房贷利率升到接近8% 那是因为美国采取的是固定利率 也就是说如果多数人都是采取固定利率 那就相反的说明了 并不会因为前段时间购买房地产的这些人 因为央行利率水位的高升而受到影响 只有新买房的人才会锁定在新的利率 所以现在美国在房地产部门 并没有大幅违约的形象 是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选择在7%以上 采取固定利率来进行30年的房贷利率的锁利 那台湾央行不一样 台湾央行采取的是浮动利率 也就是当利率一提升 全台湾的这些房贷主可能都会因此而增加自己的利息 所以央行的说法好像也可以理解 于是央行的说法等同于把目前打炒房的机制转向为内政部 这由税率层面来进行着手了 那的确我们看到前阵子所通过的囤房税2.0 似乎会让市场上有更多对于房市促进健康有利的政策 可是按照我的观察 囤房税2.0通过之后它很有可能的只是形成更进一步的租金通膨 使得明年央行面临通膨处境来得更为艰辛 举个例子来说囤房税这次修法前后的重点比较显示 我们都很清楚在修法前 自用住家用的房屋税率是1.2% 修法后还是1.2% 所以你自用住家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非自住住家用的房屋税率从原本的1.5%到3.6%上修到2%到4.8% 也等于囤房税开始持有税增加 同时它的户数计算本来是县市归户 台北台中可能同时有第三套 它不会互相克 但是呢 改为权归归户之后 基本上等于是第三到第十套一次把它克下去 那囤房税2.0 为什么对于租金价格有全面的上行效果呢 这件事情很好理解 为什么我说这种做法基本上完全不会导致房价有任何走皮的现象 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 通常会聊到价格弹性的问题 如果你税率采用的是实价 直接克征持有税 你不要想说什么克征到4.8% 克个3%都痛得要命 你想想看2000万的房子 克个3%突然要多出60万的税 那压力是极大无比的 这个时候很多囤房租一定会大量的进行房地产的出托 所以打炒房一定可以达到它的效果 但问题就在于目前按照台湾的税机 这种囤房税的税率对于实质税额的增加根本冲击不大 不止不会有人因此而把房地产进行出托 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房东全面性的转嫁这些税率 那虽然可能有更多的空房可以拿来租人 但是租金价格在明年几乎是一定失控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以不动产工会来试算中山区南京东路45平中大型的房屋 水来进行试算 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 基本上已经算是精华地段了 我们就假设持有这些精华地段的这些草房族 在面临囤房税2.0有可能遭受到的冲击 那我们就以传统的R11住宅10楼来做观察 从它的税机来看 一瓶大概是13.2万左右 那如果你是自住用的话 就是缴89400块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从原本的1.5% 我们就假设由于它可能是第三间或者第四间 我们按照台北市新北市 有可能所采取的税率2.4%来做计算 从本来的89400元一户 它的整体税率上行到143100元 整体增加的幅度 也不过就是5万元左右而已 也等同于一个月 顶多也就是6000块7000块的增幅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这些囤房族 一个月增加的成本是6万块7万块 他有可能就真的把房子给卖掉 因此达到打炒房的效果 但是呢 如果他一个月增加的成本才6000块7000块 8000块9000块 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这种精华地段 当然是直接转价给租客嘛 所以很多房东通常是这样做啊 租金涨500 这个囤房税涨500 那我房租给你涨2000嘛 还自己多赚一千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很有可能会造成的是 明年的租金价格全面失控 但我先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虽然目前囤房税2.6 是在明年下半年才上落 但我相信 应该现在开始 很多房东就已经开始算 想办法要在明年 把这种转嫁效果 完全的转嫁到这些租客身上 但我还是要说明一件事情 即便我这样认为 很有可能 明年的租金指数 并没有太显著的上涨 原因是因为这几年 台湾的房租CPI 跟房价指数 其实对照起来 有严重的失真现象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们观察 美国 英国 欧云区 澳洲 日本 南韩 新加坡 拿来跟台湾的房价指数 来进行统一比较 我们看红色线是房价指数 蓝色线是房租项 那看得非常清楚 基本上各国 房价指数跟CPI的房租类指数 应该都有显著的正相关效果 通常房价涨得过多 迟早会转嫁到房租身上 可是这一波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台湾本身的房价指数 虽然在过去10年当中 搬了接近2.5倍 但是房租价格涨幅才12% 这有非常显著的落差 所以我认为 明年会有非常明显的租金通膨 只是我们从数字上看不到 那至于为什么看不到 那可以问主技处 好 那与此同时我们就要去了解了 如果从种种迹象来看 台湾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实体的物价 国贷房价指数 新义房价指数 还是从租金价格 很明显就有失控持续向上的风险 那央行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 不继续升息呢 为什么央行的升息步调 还是来得这么缓慢呢 难道都是因为浮动率率的货吗 那基本上过去有一本书 致富的特权 曾经就指出这样的一个例子 多年来 央行其实提供国库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性作用 让央行被许多立法委员 以及台湾媒体 被称之为国库的金基姆 尤其在当时 这个9A的彭怀南 在任的20年期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 每年会有丰陪的盈余脚库 好 那这个脚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都很清楚 央行竟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那么如果他要赚取国外的利息报酬 这些外汇储备通常都是以美国公债为主 目前来看 大概是有接近4%到5%的殖利率 每年配息的报酬 那与此同时 台湾央行本身也会发行大量的定期存单 这些定期存单的用意 就是让这些台湾的售行业来进行购买 那通常台湾的定期存单 跟央行的重贴限率 会达成一定程度的联动度 而目前重贴限率大概在1.8%到2% 我们就这样子来比较 就可以了解到了 台湾央行持有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地 他可以拿到5%的配息 而他发行这些定期存单 给这些售行业 让台湾人来进行购买 大概只能拿到2%的利息 那中间的3%利差 他就能够因此而赚走 那换句话说 如果台湾央行的重贴限率不断的调升 房贷利率跟着调升 那么中间的利差就会越缩越窄 而越缩越窄就影响到央行能够 给予国营事业角库的比重增额 我举个例子来说 台湾央行本身在国库的贡献程度 是日本的19倍 我们如果以台湾与各国央行 角库占政府税入的比重来进行观察 台湾是8.85% 接近一成 等于是国库的营收 有一成都是央行赚利差赚来的 而这个赚利差 它的前提是必须把台湾的利率水平 压在一个相对低位接税位 美国才2.57% 瑞士才1.41% 日本才0.46% 新加坡才1.66% 韩国才0.62%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国营事业当中 有9成都是来自于央行所贡献 所以中油亏了又怎么样 台电亏了又怎么样 有9成都是央行赚的 而央行要持续赚这么多的利息 中间的利差 他就必须把利率 维持在一个相对低水位 而把利率维持在低水位 他负担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高通膨 高房价高租金 虽然这个租金价格 从数字上看不出来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会称赞 我们的央行总裁 彭怀南是一个9A总裁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9A总裁 其实所负担的代价 就是房价的持续失控 好那么假设 未来到12月 假设央行非常的勇敢 他也没有任何的选举压力 持续的保持升息态势 就是为了抵抗我们刚才所聊到的 房价通膨 租金通膨 以及物价通膨 持到薪资水平超越通膨 与房价涨幅 那么的确 他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成效 不过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当薪资增长超越房价涨幅 也不意味着房价就不会这样涨了 我们只是让民众的购买力上行幅度 能够超越房价的上行幅度 而且薪资已经落后房价多年了 他需要长期的工资通膨 才能够拉抬 所以房价是不一定会跌的 也就是说 升息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买得起房 而不是让房价下跌 按照目前推算 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以标普白指数 也就是这些美国的顶级品牌商 科技巨头来看 整体第四季的获利 会持续的上行 一直到明年打开一整条通道 也就是标普白指数 目前的获利 正在显著回馈当中 那这些美国科技厂的订单 未来大概一到两个季度 订单就会转嫁到台湾身上 也就是台湾预估在今年四季度 台北股市的单期获利年增率 就有非常显著的上行阶段 而这个上行阶段 基本上就意味着 台湾的景气复苏也即将归来 只是你不要到时候 景气已经复苏 薪资终于涨起来 这个时候房价又涨得比薪资来得快 那么一样没有用 而且我们都很清楚 台湾第四季 这些主要获利拉抬的对象 还是集中在科技业当中 那么较为低薪 而且人口较为多的服务业 它可能会因此遭受到更大的压力 好那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了解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概况 都是假设央行已经明显意识到 目前通膨有可能在 2020年失控的风险下 但如果央行所注重的 只是从主技术的数字 来做推敲的话 那可能他的确就没有达到 升级的条件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现在租金价格 涨幅不是特别高吗 那你贸然升级 反而会打坏 这些科技业的出口表现 好那就留给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思考了 那当然有些投资朋友会说 可是按照目前的角度 总有一天少子化的影响 还是会影响到房价的下跌 这个就不一定了 我们刚才跟同志朋友提到说 首先大多数的房子 在这几年 也并不是完全 由服务业来进行推动 大部分是由于科技业 显著的薪资增长 而使得我们看到 你知道在新竹 台中 部分房价有过度推高的 疑虑存在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那你说人口减少 难道不会形成中期的影响吗 当然中期来看是会有影响 其实台湾的人口早在2015年 在15岁到64岁的青壮人口 就已经来到高峰 是1737万人 今年才1630万人 所以人口早就减少了 那为什么2015年到现在 房价还在上涨呢 完全是泡沫吗 其实也并不是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的房子 是否会有显著的刚息推升 不能单纯以总人口数来推断 必须以总户数 因为我们按照过去 少子化带来的是生活形态的改变 但是现在的家庭组成成分越来越少了 也就是户内人数不断的下滑 但是呢 户数却是持续增长了 也就是小房子的刚需会越来越多 中大平数的需求才会越来越少 在这种状态底下 刚需它就会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到 连年轻人口都已经完全消失 那肯定还有一段时间嘛 所以刚需一直都在 但是呢 总价的负担率 你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够再负担了嘛 比如说以年轻人来看 大概是一千五百万左右 所以等于是对于建商来看 总价是有上限的 但是民众居住的面积是没有下限的 那香港的汤房就是这样来的嘛 就一直切 如果一千五百万的房子涨到两千万 那我就再拆一半卖 我就平数再拆一半 再卖一千万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断的切切切切切切 房子越来越小 但是刚需仍然会存在 总价只要压的够低 还是会有刚需持续的归来 另外一部分 是六都以及全国老财数量的持续增加 以台湾来看 在全国当中 屋龄五十年以上的老屋数 来到九百零四万户 就算我们只取一半 四百万户 也对于刚需是一个不少的需求量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市场上的换物潮 如果持续 加上年轻人 户数减少的刚需 仍然存在的话 对于房价不见得 长期来看一定会下滑 所以这是我给投资朋友 多做的一些思考点 我们做个总结 其实不管是从通膨数据 房价还是从囤房费2.0 所导致的租金通膨 都显示台湾央行 其实有立即升息的压力 但是我们无法去预测 央行本身所身兼的压力 也许央行也有不得不说的苦 但可以确认的事情是 只要央行保持过去 二十年一贯的步调 那我们几乎就可以确认 只要央行保持在当前的利率越久 每天我们工作 薄命创造财富的速度 就远远赶不上 信贷和金融资产扩张的速度 劳动力增量相对于资本增量而言 占比也会越来越低 相对于资本存量而言 也会越来越廉价 那身为投资人的我们 也只能被迫参与这样的游戏了 所以简单来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普通人的使命是交配跟交税 交配完之后 子女就跟着交税 普通人工作获得的价值分配 也顶多是维持基本的生活 大多数都被上层阶级给拿走了 那不同的是 好的资本主义社会 上层拿走利益享受的同时 偶尔也会搞搞技术创新 试试电动车 做做AI 低轨卫星什么的 提高生产力 至少让普通人的生活品质 能够提升 坏的资本主义社会 拿去就是炒房炒股 笼络官员 完全不顾普通人的死活 那我们是哪一种呢 肯定不是那一种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市场观察 再相见 拜拜 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